我素來覺得網上的活動是很難做出一些管制的 當然現在不是完全沒有管制的 比如網上叫人家去犯法 網上去誹謗人家 現在你有法律去管 但是你網上不必要地管制一些活動 要求他做到所謂說要平等的時間 平等的機會 給一些人去出席某些網上的活動 這個我覺得是完全不必要的 第一 網台或者網上任何的渠道的使用 是不是受到現時的法牌的機制所監管的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你沒有一個監管機制 第二 網上的活動是太過頻繁 太多了 根本你沒有一個執法機構可以去管理 你只能夠有投訴去管理 但是問題就是事實上太多這些活動 你沒有辦法有的人去到是好地監察 所以如果你當作監察這些網上活動 來確保選舉要平等時間 這個是多餘的 是浪費時間的 你應該管八排機構 譬如電視台 電台 我覺得還可以理解 網上讓他繼續自由下去 是不是 反正大家都可以利用 也不是很難利用 也不需要很多資源去利用 因為根本不受監管 所以我覺得各自發揮 好像現時這樣 讓大家爭取大家的空間 或者製造自己的空間 已經足夠了